這是國財辦一向的主張 他們從來也沒有贊成過美國經售給台灣 那麼這個例行的反對 那一向是這樣的 市長剛剛主席在裡面是不是有講邱毅走著橋 沒有沒有沒有 他是不是對那個草莉的事情不一樣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兩家沒有沒有這回事 沒有這回事 我在旁邊都沒有聽到你怎麼在外面聽得到 民黨你看那個民黨在桃竹苗選前 在這邊的選前知道嗎 桃竹苗 桃竹苗的 新竹當然是五分五分 他有變數啦 因為到底誰整合成功這個有變數 那所以大家主席都鼓勵大家多來一點 那新竹縣也是都基本上審慎樂觀 那我們台北市也是一樣 我現在台北市好多期現在都審慎樂觀 台北市立股會拿幾席 嗯 台北市立股會拿幾席 我們希望能夠做二 旺三 爭取四 這樣 嗯 市長問問那種獨秀案啊 因為現在那個 呃 民進黨對美國的態度是肯定美國這樣的做法嗎 可是如果現在國台辦反對會不會影響 沒有一向一向都如此 啊 一向都如此 因為我們 呃 這個金壽對我們台灣的人民的信心 還有對我們 呃 有防衛台灣的決心都是很重要的啦 這倒不是實質的問題 喔 就是說台灣如果不購買武器 那表示你台灣沒有防衛自己的決心 那你要有幫啊 美國啦 其他國家來幫忙台灣 那很奇怪的 喔 所以這個 誰來執政應該都一樣 喔 那主委我們未來有一個很好的結果嗎 今天行動中常會開拔到新竹市 那我們有關於國會改革 以及新竹縣市的相關選情 有做了一些討論 那首先是針對這個 中常會有通過國會改革的聲明 我們大概有以下四點的聲明 喔 包括民進黨從1992年國會全面改選 終結萬年國會開始 不斷提出國會改革主張 包括國會的調查權 聽政權相關的修法 卻為國民黨一路阻擋 那事實證明 民進黨不只是重視國會改革 更是國會改革的實踐者與先鋒者 第二 國民黨掌握國會已數十年 始終是國會改革的缺席者 第八屆以來 本黨所提的17件國會改革修法 在程序委員會院會 屢遭國民黨杯革達1040次 如今國民黨卻在本屆 而且會起只剩三天之計 卻要衝突處理相關法案 這為了一黨之師 這種個人政治利益的計算 的動作只是將國會改革 當作是選舉操作的工具 第三 有關於有爭議或是重大法案 要禁負惡毒 不經委員會的專業討論 這也是國會為我人詬病的一環 對於國民黨在休會前三天 要以禁負惡毒的方式 草率通過國會改革方案 民進黨無法配合 民進黨立院黨團已經針對 國會改革提出完整的方案 我們堅持國會改革方案 必須要交付委員會 來進行專業審查 以落實委員會中心主義 第四 反改革力量已經掌握的 國會無法推動真改革 要讓國會改革第一步 就要推動歷史上第一次 國會政黨輪替 讓新的民意來參與改革的工作 才能真正推動現改與國會的改造 這是一個有系統性的民主改革工程 更是明年所產生的勛國會 與虛民意所應該要承擔的責任 然後以上是本黨中常會 這個國會改革的聲明 那另外有關於指官議案 我們也提出相關的這個主席 進行相關的財事 也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因為這個指官這個案子 本身它具有中資 這中資的部分 其實我們也看出 有很多的這個相關的影響力 包括中國跟官方的影響力 所以我們認為這個部分 政府不應該讓它 能夠這樣衝突的通過 尤其我們認為這個案子 非常的敏感 應該要等待新的國會 跟新的民意之後再做審慎的評估 那另外針對這個新竹縣市的選情 我想包括新竹市的競選總部的主任委員 這些林志堅市長 包括新竹縣的總幹事 這個張學順前立委 他們都拜託 這個蔡英文主席跟陳建仁副總統候選人 可以多到選區來加強扶選的動作 那目前評估起來 這兩個選區都是一個比較膠著的狀態 我們也會積極來動員來扶選 那主席也在中常會裡面下達動員令 要求中常會應該要將這些選區 列為重點扶選的選區